全球各大媒体报道中国财经 我们团队为您整理总结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简报 大家好 我是新峰 南华早报消息 中国经济动荡减缓了独角兽企业的崛起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公司指数 中国在本土独角兽公司的数量上落后于美国 这些公司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 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也凸显了国内创新和培育成熟数字经济 对中国的重要性 人们对中国经济还依赖出口和投资的担忧日益增加 不过报告显示 全球最有价值的独角兽仍然是中国的企业 那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路透社消息分析师称 中国可能保持贷款基准稳定 复苏仍在轨道之上 路透社的一项调查显示 预计中国将会继续维持贷款基准 因为经济复苏进展顺利 降低了政府放松货币政策的紧迫性 贷款最优惠利率 是银行通常向他们最佳客户收取的费用 调查显示 30名受访者中 有27名预计一年期的最优惠利率 或者5年期的最优惠利率 不会发生变化 另外路透社分析 中国非典型通货紧缩周期让央行头疼 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通货紧缩趋势 正在中国经济中扎根 但是国有银行仍然在继续提供信贷 虽然消费现在被北京视为优先事项 但是个人在银行贷款中的份额已经下降 这数字甚至低于去年 此外一些分析师表示 中国需求限制的结构性特点 将会限制最近任何新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南华早报消息 金管局加剧对利率的担忧 港股延续跌势 香港股市继续下跌 市场对货币疲软感到担忧 导致香港的银行加息压力越来越大 香港金融管理局再次介入 使港币走强 金管局买入了69亿港元 卖出了8.81亿美元以支撑疲软 这些干预措施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 从而给股市带来了压力 随着资本外逃的继续 香港股市的压力可能会持续数月 然而投资者可以预期 今年下半年的情况或许会有所改善 另外同样来自南华早报的消息 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 中国经济增长出人意料 3月份中国16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 从上个月的18.1%上升至19.6% 而全国整体调查失业率 已经改善至5.3% 分析师表示 鉴于消费者持谨慎态度 公司不愿意雇用更多的工人 而且去年疫情爆发时 毕业的人仍然在寻找工作中 此外今年夏天 许多应届毕业生将会进入就业市场 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年轻人找工作的压力 北京再次承诺将会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导 朱贺欣传将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 并且辞任了中信银行的董事长职位 媒体先前报导传闻 将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朱贺欣 已经辞去了他原来在中信银行的职位 据中信银行公告 该行董事会本周一收到了董事长 被执行董事朱贺欣的辞成 朱贺欣因为工作安排需要辞去上述职务 副董事长方和英升任董事长 此前美国《华尔街日报》2月份 引述消息时报道说 朱贺欣是接替易纲的最新人选 下一条消息 调查显示香港富豪人数减少接近三成 在全球排名跌至第七位 反观新加坡的富豪人数则急增四成 反超香港排名第五位 整个亚洲区的资金正在重新部署 财经评论员认为调查反映出 内地富豪宁愿将资金调至新加坡 也不选择香港 理由是新加坡刻意做家族办公室 增加资产安全的信心度 而反观港区国安法则令富人担心 香港从2012年的第四位跌至现在的第七位 去年的富豪人数减少27%至12.95万人 相反被指示世界上对商业最友好的城市 新加坡则是富豪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富豪人数几增40%达到24万人 全球排名达到第五位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刻意做家族办公室 也就是私人财富管理顾问公司 主力强调资产的安全 对标瑞士等国际一级金融城市 分析人表示 富豪最看重的不是金融市场的大小 而是个人资产的保障 在这方面新加坡做的比较充足 另外一方面 香港的楼价去年跌了一成半 现在楼市仍然不明朗 内地富豪相对保守 反而新加坡的楼市十分的畅旺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导致富豪宁愿选择新加坡 另外新加坡也能够让这些富豪的财富 远离美欧中国或者俄罗斯等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报告还显示 中国另外两个进入百万富翁石墙的内地城市 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这两个城市过去十年的排名均有所攀升 北京和上海富豪人数分别为12.82万人和12.72万人 排名第八和第九位 纽约也再次名列全球最富裕城市名单的榜首 至少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豪 共有34万人 其次则是东京拥有29.03万名富豪 加州的湾区和伦敦则紧随其后 最后一条消息 印度和中国4月份已高于价格上限的价格 抢购俄罗斯石油 根据交易员和路透社的计算 到目前为止 印度和中国在4月份 以高于西方设定的每桶60美元价格上限的价格 抢购了俄罗斯的绝大部分石油 这意味着 尽管西方试图限制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资金 但是克里姆林宫的收入仍然在增加 设置价格上限的支持者表示 他在允许石油流动的同时 减少了俄罗斯的收入 但是反对者则认为他过于软弱 无法迫使俄罗斯撤回在乌克兰的行动 最新的数据表明 4月上半月 装载的俄罗斯石油主要就运往了印度和中国的港口 路透社计算显示 本月到目前为止 印度占该级别海运供应量的70%以上 中国占20%左右 印度和中国尚未同意 遵守西方设定的价格上限 贸易商表示 在印度的港口 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相对于布伦特原油的平均折扣为每桶13美元 而在中国的港口 对布伦特原油的平均折扣为9美元 而最近几周随着俄罗斯港口 结冰的情况缓解和更多油轮的使用 运输成本也已经大幅下降 货运的运输费用 已经从两周前的800万美元降至750至760万美元 较低的运费让俄罗斯石油供应商 即使距离较远也能获得足够的传支 与此同时 欧派克加集团在4月初宣布的减产 也推高了世界各地不同等级的原油价格 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的乌拉尔原油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财经简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